这个女人突然意识到 她家后花园里很有可能埋着两具尸体 于是她便试探性地踢了踢脚下的狮子 可她却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 难道说坟墓是埋在枫树底下的吗 想到这里 她便又犹疑着往前走了两步 真恩见后顿时愣在原地 缓过神之后 她便开始疯狂地用手抛狮子 没一会儿刻有爱德华契尔名字的墓碑 就彻底地显现在了她的面前 时间回到今天早上 从睡梦中惊醒的真恩 突然开始有了孕吐的反应 可是就在她吐完之后 她却无意间从浴缸下看见了一颗珍珠 仔细观察之后 一种不祥的预感顿时涌上心头 金珠宝鉴定师的鉴定 这颗珍珠果然和爱德华 送给她的项链上的珍珠属于同种 大师表示这种日本顶级的天然珍珠 在市面上极其稀有 所以她怀疑这应该是弄断后重新穿上的 但有一点她感到很奇怪 这种丝线按理说很难断掉 除非是用蛮力将其扯断的 珍恩听后心中顿时泛起了嘀咕 之后她又约见了爱玛的男朋友赛蒙 经确定 爱玛确实也有过一条与之一模一样的项链 赛蒙听后立马极其严肃地告诉珍恩 连环杀人魔几乎都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每次杀人都会用相同的杀人手法 或是相同的残暴仪式 而用那栋豪华别墅招租 会不会就是一种仪式呢 爱玛的心理医生也曾说过 爱德华有着极其严重的强迫性重复症 这种病症会促使她不断重复同样的行为 做同样的事 时间线回到三年前 下班后的爱玛刚刚走进家门 就发现爱德华已经在此等候多时 她刚要扑上去 可下一秒爱德华就主动提出了分手 爱玛还以为她是因为刺青的事情要和她分手 可实际上却不然 不守规矩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她非常受不了爱玛这样的行为 而当她看见门外的红色油漆后 她分手的想法也就变得越加坚定 爱玛想要解释 但爱德华根本就不想听 因为此时的她已经沉浸在了强迫症的世界里无法自拔 爱玛想要挽回 但爱德华的态度却异常坚定 因为在她看来这场恋情已经不再完美 所以她需要立即结束 至此 持续了两个多月的新鲜恋情也终于是走向了终点 时间来到第二天 爱玛下班后正要进门 可下一秒她就发现房门竟开着一条小缝 她记得自己出门前明明上了锁了呀 接着她轻轻地推开门 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 她看见此时的地上已经滴满了血红色的油漆 接着她一个右转弯 她吓坏了 赶紧给秃头警探打去了电话 可还没等她开口说话 秃头就给她一顿臭损 并叫她以后不要再来烦她 至此 她所剩无几的安全感也彻底归零 时间线回到三年后 珍恩刚走进家门 就看见了一个行李包 她知道是爱德华从土博出差回来了 此时爱德华正一脸黑线地看着墙上的各种线索 珍恩没有隐瞒 她表示自己要查出杀害爱玛的凶手 珍恩说她没有办法不这样想 因为她已经知道了她的妻儿是死于她手 爱德华表示那只是一个意外 她根本就不知道妻儿站在那堵墙之后 爱德华有点懵逼 接着她的情绪就开始变得狂躁起来 因为她根本就不想要孩子 I'm sorry you feel this way but if you won't tell me the truth about what really happens Do you know why I accepted you living here You said You've designed a house with integrity And I will strive to live there with integrity And now this You're lecturing me about integrity You knew all of this And you said nothing Yes because I was trying to protect you I knew you'd become obsessed with her Because I had been It was like an illness I hated myself And I just couldn't stop And now you 爱德华似乎是想起了什么不好的回忆 她感到很伤心 这次她对待珍恩的态度 与当初对待爱马时的态度完全不同 她并没有要求珍恩搬离这里 而是失望又气愤地离开了 时间线回到爱马这边 需要人陪的爱马把前男友赛蒙叫了回来 Thanks for coming Don't be silly I'll come anytime 赛蒙看到墙面上的油漆后一脸吃惊 这究竟是哪个二货干的 听到爱马说她和爱德华已经分手了以后 她丝毫不吃惊 表情毫无波澜 就像是早就已经知道了一样 憋在她内心许久的事情 她今天终于要说出口了 原来强暴她的人并不是别人 而是她的同事兼她们共同的好友索尔 而这个索尔也是她好闺女的男友 那天晚上他们两个一起喝了好多酒 直到喝到酒吧关门 然而即便如此 索尔却还是没有喝尽性 于是她便给爱马发了一条消息 约她去她房间继续喝 爱马也没有多想 于是便走进了她的房间 可是喝着喝着 她就突然扑到了她的身上 对她实施了暴行 并录制了小视频 隔天早上她就收到了一条讯息 里面没有文字 只有一条视频 她想要拿着这条视频去报警 但是转念一想 她根本就没有任何证据 她当众和她有说有笑勾肩搭背 又当众走进了索尔的房间 她知道即使她报了警 最后也会不了了之 所以她便一直瞒到了现在 所以她才会对警察撒谎 说是抢劫犯尼尔森强暴了她 塞蒙听后赶紧把她揽入怀中 并表示她要去嘎了索尔那个家伙 可爱马却说她不需要她插手 因为她在等待一个 可以让索尔身败名裂的机会 塞蒙表示如果爱马害怕了需要陪伴的话 她随时都可以来睡沙发 这天晚上 一个都冒难鬼鬼祟祟地翻进了别墅的后花园 接着她就用极其娴熟的开锁技巧 打开了花园的玻璃门 说来也巧 这个小偷正是惯犯尼尔森 可她才刚刚走进别墅 谁知下一秒 尼尔森直接被吓唬住了 转身拔腿就跑 塞蒙说她一直在外面看守 就为了以防万一 她表示今晚她会睡在沙发上 以防尼尔森再回来 哪成想爱马听后却只是说了句谢谢 接着就转身走上楼去 丝毫没有顾及塞蒙的感受 然后在第二天一早 她就亲自把塞蒙送出了门 时间线回到真恩这边 这天她正在用电脑写着文案 这时别墅内的灯光突然熄灭 紧接着电脑中就出现了乱码的情况 很快她就在屏幕上看到了 让她无比懵逼的画面 她突然意识到 自己每天在家中所做的一切事情 貌似都被人监控了 她见状赶紧朝着身后的墙壁走去 而她也果真从上面看到了 一个针孔摄像头 每天都没有留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